这个老人拥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 而他现在要用这种能力 干掉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老人被罪犯一枪打爆了头 但随着画面一转 他还保持着之前开门的姿势 为了防止刚才的事情再次发生 老人这次藏在了车子下面 罪犯这时也刚好走了过来 就在他要一枪干掉老人时 原来老人的同伴早就埋伏在了后面 而他这时也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 但这个人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凶手 这就是老人的通灵能力 每当他接触到相关的人或物品时 就能提前看到一部分过去和未来 但他这次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对方同样可以通灵 而且比他的能力更加强大 事后他和女警小林一起来到医院 看望重枪住院的老乔 但医生却检查出 老乔已经到了癌症末期 距离他痛苦的死亡只剩下不到三个月 在枪伤和癌症的双重加持下 老乔的生命很快走到了尽头 在老乔的葬礼上 约翰遇见了老乔儿子的未来 他用国家赠女的抚恤金 成功考上了斯坦福大学 前途可以说一片光明 约翰这时也猜到了凶手的意图 老乔已经是癌症晚期 如果最后因为病痛折磨去世 他的家人将拿不到任何补偿 但凶手借助画家导致老乔因公殉职 这样他的家人就能获得一大笔赔偿 葬礼结束之后 约翰独自一人来到酒吧缅怀老乔 这时一张纸突然掉在了地上 等约翰起身的时候 凶手柯林已经坐在了他的对面 一切如约翰预料的那样 柯林每次出手杀人 都是在为那些绝症患者寻求解脱 他只是在患者还没有许愿之前 就提前为那些患者实现了愿望 但朋友老乔的死亡 让约翰看到了生命不同的意义 就算最终的结局是走向死亡 也应该由患者选择自己的命名 约翰这时想要抓住柯林 但对方已经看穿了他的所有想法 两个人都拥有预见未来的通灵能力 不管约翰如何改变时间线 柯林最终都会毫发无伤地逃走 柯林成功逃出了酒吧 事后警方通过服务员的描述 成功画出了柯林的相貌 而小林也拿到了过去十年间 绝症患者被谋杀的案件 总共有62起之多 但他们并不是被刺穿了后警死亡 大多数都死于毒气和毒药 而这些受害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在死亡的瞬间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 这说明早在凶手柯林之前 还有另一个凶手一直在谋杀绝症患者 此时另一边 约翰使用通灵能力 很快遇见了柯林的下一步计划 柯林这时就藏在屋子里 此时约翰也同样跟了过来 他拿出手枪打算说服柯林 这时那名公司高管突然走了进来 男人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柯林却告诉他即将患上神经纤维瘤 而这种疾病具有50%的遗传性 但就在明天 他的女友就会怀上他的孩子 可很不幸的是 他的孩子也会染上这种疾病 而这也即将毁掉三个人的生活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帮绝症患者解脱痛苦 但柯林并没有杀死对方 约翰在告诉男人马上去医院后 跟着柯林追了出去 而两个人都知道 今晚他们中必须有一个人死亡才会结束